很多球迷都说他不过是球场上的关系户 靠着父亲的身份才能登场 也有人说他只是因为父亲的太过优秀 这才挡住了他应有的光芒 那么他究竟是一个篮球场上的花架子 还是一个球技精湛的篮球运动员 本期体育观察就带领大家认识这位太子爷李金龙 李金龙被称作是太子爷 这是网友们给他的一个戏称 他的父亲李春江是知名篮球俱乐部的主教练 曾经执教过广东宏远和浙江广沙 如今又在上海90任职 在他任职期间 他所带领的国家队获得数次冠军 一时间获取了很大的荣誉 所以当李金龙同样选择了篮球 并跟随父亲在广沙队的时候 由于这层关系 所以被称为太子爷 意思就是他的成就和他的父亲是离不开的 大家都知道一名球员的发展和主教练的栽培程度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许多球员都会尝试获得主教练的认可 以便获得更多的训练机会和上场时间 李金龙作为主教练的儿子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一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那么拥有教练父亲的李金龙 他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称号的呢 其实这对李金龙本人讲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的确李金龙最开始是在广沙校里的 当时的主教练是他的父亲 正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 大家总是会质疑他的实力 他能够进队 还是因为父亲的力量还是自身的实力呢 这种声音一直伴随着他 充斥着他的篮球生涯 作为当事人 虽然有一个主教练父亲是一种骄傲和资源 但是自己也容易被笼罩在光环下 很难发出自己的光 而李金龙又是一个想自己发光的人 李金龙在篮球上并不是花架子 他有着精湛的远投技术 并能够在比赛中积极的防守 客观的来讲 李金龙在投球方面有很高的实力 在他的职业生涯前期 跟着他的父亲李春江在广沙打了八个赛季 每一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首先是上场时间很足 一般都能达到20分钟 其次是他的投篮表现 他的三分命中率稳定在36%至43%之间 在赛场上来说已经是很高了 这几个赛季中他还有突出的表现 比如2018年到2020年这两个赛季里 他的每场投球平均下来是2.6至2.7个三分球 命中率高达43% 是一个实力派射手 在2020-2021年的常规赛 李金龙场均出场20.9分钟 贡献了7.9分 1.4篮板 一助攻 场均三分命中率是38.1% 场均能够投进1.8个三分球 在季后赛的舞台中 场均出场17.5分钟 可以贡献5.5分 一篮板 1.5助攻 由此可见 李金龙是一个有自己的追求的人 并愿意为之去努力 在训练过程中 他想要训练出一技之长 正所谓虎腹无犬子 其实 李金龙的CBA生涯并不是特别的抢眼 如果不是这一次参加 这就是灌篮 那么很多人对于李金龙 都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 大家的骨子里都会认为 他的父亲是李春江 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CBA当中 默默无名的 一个正在打球的球员 包括此前在广沙队的时候 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孙明辉 李金龙更多时候是作为替补球员出场 所以不管他在篮球上有多高的成就 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歇 因为他能够圈点的场次实在太少了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不温不火的平庸状态 如果是普通人 大家可能也不会有什么言论发表 可他是李春江的儿子 自然而然地背负着更多的期望 面对这个局面 李金龙想到了改变 他明白自己只有在脱离父亲管控下后 打出一场令人难忘的球赛 才能够摆脱父亲的称号 让大家记住他是一名实力战将 在2021年 李金龙的机会来了 李春江离开广沙队前往上海的时候 李金龙并没有选择跟随 他虽然也跟父亲一样离开了广沙 但是他却自主选择了自己的路 最终加入了广州队 这时候的李金龙像是挣脱了一件枷锁 终于有自己发挥的空间了 自从加入广州队后 李金龙终于离开了父亲光环的笼罩 虽孤身一人 却十分自由 他想要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并不是因为关系而近的球队 而是因为实力和爱好 于是 在不是父亲做主教练的广州队 拼命地训练自己 在比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 在前六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李金龙的场军得分创造了 他职业生涯的新高 11分 而且他的命中率和投篮成功的概率 都打破了原先的记录 这下好多球迷都对他有了改观 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实力 他也因此劝了一部分粉丝 也就是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即便是关系户 也只能帮助你出现在CBA的赛场上 至于最终能不能留下 这完全要靠球员的自身实力 记者询问了教练和队友 对李金龙的看法 结果是一致好评 大家都说李金龙是一个实力 和情商并存的人 在球场上的李金龙 能够不怕苦不怕累的艰苦训练 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球迷 球场下的李金龙 也不忘努力 经常训练打球技艺 并且待人友善 和队友都相处得很好 离开了父亲光环的李金龙 逐渐发出了自己的光芒 其实通过分析李春江的为人 我们也能知道 李金龙是一个实力派选手 李春江在篮球方面 一直刚正不阿 是为了球员和国家考虑的 肯定不会让能力不足的儿子 影响队伍的发挥 所以李金龙的出场时间和自己的努力拼搏是分不开的 李金龙的个人能力其实还算不错 作为一个射手 职业生涯拥有着38.4%的三分球命中率 职业生涯最高光的赛季拥有着43.5%的三分球命中率 现如今 他已经成为了孤世强旗下的一名球员 在孤世强手底下打球 或许李金龙能够展现出不一样的竞技水平 此前 李金龙一直被球迷讨论防守比较糟糕 在孤世强的教导之下 他的防守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吗 现在的李金龙还很年轻 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距离巅峰还有很远的距离 从他现在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投射能力十分的出众 并且防守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希望他能够在之后的篮球生涯中 技术更上一层楼 让自己的才能更加出色 凭借实力得到大家的认可 能够和父亲一样绽放出光芒 我们可以看到李金龙是一个有实力 并且努力的球员 你认为他在之后的比赛中 会有很好的表现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并且为我点赞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成为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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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退